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最近兩港水患嚴重 特別是4月 廣東多地發生洪水和山泥傾瀉災害 無數人無家可歸 甚至發生整條村被滅頂的慘禍 但在中共的隱瞞下 傷亡數字不明 正所謂一波尾平一波有起 5月8日 廣西南陵受到暴雨侵襲 暴雨紅色警告拉響 洪水很快就淹沒城市街道 渠蓋就像我們煲水水滾一樣 水在蓋上噴出來 車輛雪櫃在水中飄浮 就在南陵洪水還未退的時候 5月10日 廣西欣州也落特大暴雨 導致城裡水浸 影片顯示 馬路變成河流 市民在街頭爬艇前行 救護車並困在馬路中間 貴州電視台旗下的百姓關注 5月10日報導 10日當日 欣州暴雨成災 水浸情況異常嚴重 報導說 該市的民風路 寬敞的街道變成河流 有些市民將床展當作木伐 在水上前行 影片顯示 城區嚴重水浸 不少路斷積水深 很快就將車淹沒 連救護車都困在馬路中間 水浸到車身一半 還有民眾站在疑似浮板上高 用手持長江作為船長 撐住前行 而在5月6日 廣州岑溪市鄉村 致突發洪水 兩人死亡 同一天 廣州多地暴雨 廣州市出現水浸 積水嚴重 除了洪水 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災難潛伏著 據知情網友在X平台爆料說 雲南超通鎮紅縣的龍王山多處裂開 山下是幾百人的生命 但卻沒有任何部門重視情況 現在又是雨季 雨量又大 什麼時候塌都不知道 真是很可怕 中共的水患 天災不是主因 主因是人 這些基本都是中共政府一手造成的 這些吸血鬼 不是拿著老百姓的錢拼命洗 就是拿著老百姓的錢到處大灑 總之就是不能給老百姓用 中共不是搞到人神共憤 它也覺得自己不夠優秀 現在是陽曆5月 除了中國之外 阿富汗在5月10日 也爆發大洪水 據聯合國11日表示 阿富汗北部的巴格蘭省 因為暴雨引發山洪 造成幾千棟房屋損毀 整個住宅區變成一片廢墟 目前已經奪走了至少200人的生命 不過無論是天災或人禍 關於2024年水患方面的預測 馬來西亞拿督鄭博健就曾經警告說 我認為最大的水患能量 極有可能在陽曆的5月和12月發生 這兩個月的自然災害能量會更加嚴重 甚至會出現滔天大浪 多個地區將會被淹沒 不僅僅是低話地區 一些以農業為主的地區 也需要多注意 水患將會大大打擊農業 大家需要微雨籌謀 做好應對的準備 否則水患一旦發生 將會民不聊生 後患無窮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報導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湖北省徐州市長領鎮今年強推公務和火葬 引發當地居民強烈不滿 因為當局不僅以公益為名 大搞死人房地產 還強制預交20年的保養費 此舉引發幾千名民眾 連續三天上街抗議 曾經一度堵塞公路 中共派出特警維穩 據網友在X平台說 中共邪黨連死人都不放過 自從3月20號起 徐州市政府強令全區域所有居民死了之後 必須要買公務 就連住在大山裡的農民 也要給錢買公務 否則就要扣留骨灰 並且收取寄存費 當地政府公開強買強賣 大搞死人房地產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湖北徐州市1月份 投資2億7千萬建造公務 長嶺鎮就強制推廣火葬 和購買公務 長嶺鎮政府的做法 引發當地的老人家不滿 5月1日 當地大批民眾聚集在街頭抗議 還有多則影片顯示 多部各類的警車駛利 大批特警來到抗議現場 並拉起警戒線阻擋 我們說中共做的都是挖墳挖墓 錯骨陽灰 傷天害理的善陰德的事 從來就沒有做過人的事 中共政府 就是應該花大錢 大力發展建設地下排水系統 解決中共過年年城市水浸的大問題 但是這群人 就是想著 如何在老百姓身上手刮錢財 就連死人都不放過 中英文商語網站 中國數字時代 保存了一篇目前 已經被404的文章 由3月20日起 徐州市政府強令全區域所有居民 死後必須要買公務 否則就扣留骨灰 並且收取寄存費 大搞死人房地產 全市所有村幹部 必須24小時看實村民 發現哪家死人 就立即趕去全程監督 確保每個死人 都還在收費公務 但是看這一點 就知道當地政府 已經是徹底瘋狂了 那是不是出來搞笑? 這樣看實法 那不是要捱野嗎? 那搞法 分分鐘可能家裡還沒有做白事 自己就先撤死了 文章說 五一期間 徐州廣水市長領鎮大批居民 連續三天走上街頭 一度堵塞了316國道 要求停止強賣強賣公務 當局出動大批特警到現場維穩 並且曾經試圖帶走一名年輕男子 但是就被民眾制服 文章說 徐州屬於低山幽靈地區 到處都有荒山可以埋葬 而且不佔耕地 根本沒有必要埋在公務 當地的強賣墓地做法就是隨意敲詐 勒索農民 文章還說 公務只有20年使用期 只是暫存 等於是要老百姓 永久交費 等到第三代 第四代的人 不再續交費用之後 就會被挖出來調 根本就說不想入土為安 說穿了 就是再生你就算不買屋 死了也要逼你買公務 文章指 徐州是個五線山區小鎮 經濟以農業為主 農民生活並不富裕 地方官滑空心思 搜刮老百姓 自以為很聰明發現了商機 居然將人口老化 看成是剝削農民的大好機會 整出死人房地產的缺德主義 文章還指 為了督促農民 盡快火葬買公務 徐州當局推出一系列 所謂的免減政策 那只是先哄老百姓上當 後期再一步步加隔離湯 農村土葬雖然花的錢不多 但是官方故意扮傻聲稱 強制火葬買公務 是為了幫農民減輕負擔 強制造善事 然後增金白銀的把這筆錢 強行據為己有 強行與民爭利 網民紛紛留言說 在生要受中共剝削 死了也走不掉 凌獄不得安寧 這種變態的政權 也只有中國人還能忍 計劃生育 強制公務 從生到死都被中共拿捏 那就是中國人悲慘 但是還沒察覺的一生 這些無賴 想要錢什麼手段都用 死了也都是政府幫你做主 服不服啊 還會有比中共更邪惡的嗎 哎 這個真是沒有啊 宇宙最邪惡的 非中共莫屬 而中共現在 已經不打算繼續偽裝下去 也不打算再繼續遮掩 自己的邪惡面目 中共最高檢察院強調為大局服務 多地政府機關單位 早已將標語由為人民服務 改成為大局服務 此舉引發民間關注 不少大陸網民嘲諷 不辦啊 攤牌啊 局已經可怕了 還是大局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 目前還威脅著中國人的一個大災難 近期新冠病毒又衍生出新的變異株KP.2 世界衛生組織WHO 在5月3日將這個變異株列為 監測中變異株VUM 台灣方面分析 KP.2可能成為主流變異株 而早在今年4月 中國大陸多地民眾就披露 當局不准再提新冠 但是各地撤死的現象發病率高 5.1前夕 中共疾控局又罕見發聲 說新冠病毒仍然變異 5.1可能加大風險 綜合大陸媒體公開消息 2024年4月至5月初的大約一個月時間內 北京大學至少有8名教授 3名黨政官員病逝 其中至少7人是中共黨員 病逝者之中包括中共空間科學領域 重要戰略科學家蕭佐 放棄美國終身職位到北京大學任職的無和謀 北京大學教育經濟學長江學者 講座教授曾滿超 原北京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劉波等人 特別是4月27日至5月29日不夠兩個星期之內 中國一名兩院院士和五名中科院院士病逝 其中5人是中共黨員 包括爆炸同力學專家白耳龍 機電設計和製造專家汪江 連油工程技術專家陳俊 2024年到現在 中國大陸至少有19名院士病逝 其中至少14人是中共黨員 另外據警方通報消息 近期病逝的 除了北大教授和專家之外 還有眾多中共警員也突發疾病死亡 最年輕的只有31歲 四年多以來 中共一直在這裡隱瞞疫情 大紀元由中共當局公佈的零碎資訊 收集整理了中共黨政、軍、警、科研、教育和文藝等 各領域的幹部名人密集去世的資料 發現他們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 共同特點是為中共的存在而服務 為中共的意識形態 儲卑立轉 為中共的邪惡統治 投資抹粉 死因多數是被當局統稱為因病醫治無效 不提具體疾病 很多人是各界精英 可惜他們的才華、努力和奉獻都用錯了地方 中共散政以來造成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現在仍然在迫害善良的中國人血債累累 善惡有報是天理 疫情針對共產黨、中共政權行張解體 所有為中共站台的人 都將會成為邪黨的陪葬品 君子不立危場下 請盡快脫離中共黨團隊組織才是自救之道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在這裡 很多人都採決 我們不 existing 看到人 我們兒子